泰国茶叶馆一敲开 里面不是茶叶而是满满的大麻花 今年7月财政部官务署联合刑事局查出 从泰国寄出的泰国茶包裹里内藏毒品大麻花 专案小组立即深入追查 进而破获这一起国内两大黑帮合作跨国走私毒品案 以泰国茶的名义实际上里面夹藏大量的毒品 那我们从包裹里面起货了二级毒品大麻 总计62.1公斤 那在后续的茶剂行动 我们同时搜索茶扣有安非他命、黑他命、毒品咖啡包、卡锡桶 以及现金新台币48万余元 那整个行动呢我们总计查获了犯贤有10名道案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的主贤 那其中呢甚至有竹研邦信航的成员与四海邦立航成员 走私集团采取严密的分工运输转手方式领取包裹 除了躲避警方查契 也是预防黑赤黑的情况发生 首先呢会先叫第一层的收货人员来进行收货 同时包含司机来签收领货 那这个案子里面因为有三个包裹 算是蛮庞大的一个国际毒品走私的案件 然后呢再由第一层再转收给第二层与第三层的成员来进行收货 那其中呢第三层的收货者同时在整个集团里面 扮演指挥与监督的角色去指挥第二层这边在收货的时候 会不会黑赤黑 然后到最后第三层收到以后再上交给第四层这一个幕后的首脑 专小组经过严密监控部署 陆续逮捕集团首脑母性前犯及集团成员共10人 并查获市价上亿的大麻花62.1公斤 及Ketamine与阿菲他命等 全案以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贯彻 速毒追人断金流的反毒种目标 阻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